一场离婚官司后来以什么样的形式收场的 因为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 法院都是抱着劝和的态度 不予接受案件 所以他撤诉了 然后时隔半年之后 他又再次提起了输送 那么只能分给我10万块钱 但是就我所知 他在全民K的平台 他所挣的就不止百余万元 那么对于主动起诉离婚 小峰本人又有何说法呢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小峰本人 没有这个案件 没有这个事 是你小律师啊 有律师 有律师 你把你律师电话给我 现在不动了 我现在也没有律师电话 所以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第一点跟他离婚 第二点呢 要求得到我跟他在婚姻期间内 合法的夫妻财产 我要求得到这个 你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证据 其中有一个证据呢 就是他跟那个女的聊天记录 很暧昧的一个 一个我截图的一个证据 擦亮眼睛 发现真相 第一轮来意举证时刻 这是小峰的一位女粉丝 在与小峰交往过程中 买机票订酒店的往来记录 在这份记录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从2018年的12月 一直到2019年的5月 她曾多次来到沈阳 与小峰见面 除此之外 这位女粉丝还实名举报小峰 以结婚为名 骗取打赏 这让美玲内心 更坐实了 丈夫不为人知的一面